門口倒臥一名男子 路人經過趕緊上前查看 先是衝出一名穿著白色衣服的女遊客 他是一名護理人員 對著倒地的男子試做CPR 緊接著飯店的副理健壯 趕緊拿出自動體外心臟去震器AED 往門口衝 利用電擊器AED 對昏倒的男子電擊急救 然後我們就現決現賣這樣 救護車到場接手救援工作 沿路供給男子氧氣 從南投西投的妖怪村上店街 緯奔趕到四十公里外的竹山秀船醫院 花了二十分鐘將男子送往急診室 急診室內腦神經外科和心臟科醫師緊急待命 病人一到立刻進行心導管手術 一路上救命接力賽 六十二歲的國姓男子幸運減回一命 高雄六十二歲的國姓男子熱愛爬山 三月十五號這天 他和家人來到南投的西投 經過藥怪村商店街時 突然心肌梗塞 當場昏倒 沒有呼吸心跳 先生有課協助 加上飯店人員幫忙 便報案 便急救 再由救護車的人員接手 緊急奔往急診室救命 國姓男子到院後 經過手術 隔天就回復議事 住院五天返回高雄休養 爬山差點爬到命都沒了 索性一路上都有人出手幫忙 接力救援 才讓國姓男子得以保住性命 宛如重生